我們第二部份有很多的歌劇 都是劉備先生在歷史上 他在那裡寫了很多的劇本 跟歷史上的很多他的男友 透過他這種違跡的演出 他標示他很多 翻譯到農林工人 很多人他們在困惑的時候 在追求那個故事 在這些歌劇 都是他的劇本裡面所運用的歌劇 有很多是我們台灣民謠 還有外國的歌劇 他都用他自己的劇本裡面 來引用這些歌劇 他自己有時候用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那個企業 來把他用他的肝破 來記錄 所以因為歷史上 他都在都家 他有時候自己也在那裡簡單做劇 有時候他就是用自己的那個企業 來記很多 其他的歌劇來配合他的肝破 在這個節目開始的時候 我們全法序 要請到一位 國立技術行為 他就是他學校的高雄 他本身在到族客的博士學位 潘士基 潘教授 來特別是對 因為歷史上司的結果 裡面所運用的一些歌劇 他來發表一些他的看法 請到黃博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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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